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完美猫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样一双lv 胖丁的开箱视频 那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们写业证这双鞋的真实性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运的币号顺风的 尾号是0773购买 记录呢 我也放在了视频的左上角 然后尾号是0773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双鞋呢 是我在之前买的 当时花了18000的这样一个价格 那目前这双鞋子在二级市场的价格就是43嘛 已经炒到了25000左右 热度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高 今天呢 我们就来跟大家开箱分享一下这双鞋子 由于这双鞋子是在某物买来的 所以说它并没有 lv 官方的这样一个外包装盒 只有这样一个鞋盒 经典式的这样一个抽拉式的鞋盒 然后里面并没有多余的配件 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负面的防尘带 整个鞋盒是非常简单的 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个lv 的鞋盒 跟以往的这样一个trenner的鞋盒也都是完全一样的 那摆在野气的话 就是今天的主角这双lv 的新款 那我买到的是一个奶白配色 这双配色也是目前发售的这样一些配色里面 最贵的这样一个配色 那整双鞋子基于之前lv 的trenner做了这样一个加宽加厚的处理 整个鞋子在很多细节都做了这样一些改动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一一来看一下 首先差别最为明显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鞋身皮料方面 摒弃了以往的lv 的鞋面 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个 质感 非常细腻的头枕小牛皮 同时的话 在鞋身皮料的边缘做了这样一个封边处理 大家通过视频应该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 然后整个鞋身的这样一个质感 包括皮料的这样一个用料 还是非常良心的 毕竟一万多的这样一个售价 不用点正裁实料 很难说服大家 后跟以及鞋舌做的这样一个加厚处理 上脚来说的话 包裹性要更强一些的 同时在鞋带方面也做了这样一个调整 鞋带的话采用的是这样一个亚麻鞋带 非常粗厚的鞋带 上面增加了五彩斑斓的这样一个塑料配件 非常具有识别度 同时的话还增加了一定的趣味性 两只脚都有颜色不一样的塑料配件 整个鞋子在鞋跟的侧面 以及鞋头 后跟都有这样一个lv 比较标志性的logo 然后使整个鞋子具有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识别度 那除此之外的话 就是在大底方面 大底的话采用了两长组合的这样一个相条大底 下面有一个意大利制造的 也表明了这双鞋子意大利产的这样一个身份 整个大底增高超过了4厘米 然后想必这也是大家期待这双鞋子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外整双鞋子由于加宽加厚的这样一个处理 使得整个鞋型 大家从上面看上去非常稳和 当下交易流行的面包鞋的这样一个属性 由于这个鞋子加宽加厚的这样一个处理 使得我们上脚舒适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除此之外的话 就是这个鞋子的鞋码问题 我是43的脚码 然后上脚这双43码来说的话 会有一些偏大的情况 这小伙伴在购买的时候 可以选择小一码或者半码进行一个学购 除了这双赠品以外 我也买来了几个号称顶的这样一个国产货 有某铁厂的 还有广东那边产的这样一个国产货 那下期视频呢 我会给大家带来这双制品 剩下对比 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 好了 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